本地公司和学术界合作 研发三款使用植物制成的乳酪 协助加强我国食物供给的韧性 早日达到我国3030食物愿景的目标 政府也计划帮助这类企业抓住绿色经济的新机遇 保持竞争力向海外扩张 初产植物性乳酪的农产品公司AgroCorp 是参与政府3030食物愿景的公司之一 他们计划将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 那里对可持续食品的需求正不断增长 在公司新产品发布仪式上 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 也以新加坡理工学院和AgroCorp之间的联合研究项目 有效改善生产过程为例 强调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 对加强研发能力至关重要 他指出国际也确保新加坡公司能够保持全球竞争力 除了帮助本地企业在国内市场扩大规模 还必须把脚步带向海外市场 因此政府将继续帮助本地企业向国际化迈进